今天是4月16日,星期二 其實今天真是殺星震天 因為金價出現一個極罕見的急跌 其實中間來說,可能有部份的輸貨者 基本上來不及寶媽展已經被人佔了 你想想金市下跌的速度有多快 而經過昨天這麼一跌 在技術層面來說,可能已經呈現了熊市的初期 金價那些我不評論了 因為很老實說,252元的安市金價 在很多年前的低位 升到早年的高位1,920元 其實累積的升幅是幾倍的 單單說這個幅度,如果回調三分之一 已經要試一試1,364元 任何環境,就算你再向下走 可能急跌過後,在技術上超賣之下 或多或少都有補倉盤 例如這樣,1,600元,1,500元,1,400元 沽金那些有錢賺的 先補回來 補完,補完,不對板就再沽過 金市從來都是這樣的 好了,今晚講我用股市 早段因為美國跌了200多點 所以香港股開出來 頭一個階段跌200點 低開201點,去到21,571元 之後呢,又在震小型的震倉 震震到21,475點 幸好沒有最沽,不單沒有 之後呢,有這麼多的買盤 甚至開始湧現了 其實個別的股份呢,都曾經一度度升 好像1339,人保就是 下午呢,曾經去到21,813點 輕輕度升少少 但是,技術上來說 始終都是有波幅無聲幅 因為,成交今晚還是削弱的 沒錯,今晚的成交今晚是多於昨天 但是,這些動力 都未足以扭轉那個形態 在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主導之下 整個市,根本上是處於一個 逐層低位的格局 日中的低位是24,475點 高位是剛才所說的21,813 收市的時間是21,672點 比例昨天是跌了是18點 成交今晚是628億 先說技術上的走勢 第一,今個月的波幅輕輕擴闊了 由3號的高位是22,527 去到今日16號的低位 21,475點 已經波幅擴闊到1,052點 算不算多呢? 其實就不算太多 但是,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因為大市本身 由高台下來的中期調整 其實累積的跌幅已經不小了 只不過就是 十天線既然失守 即是整個下市250天線的形態 是很明顯的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看的 當然,來到現在這一刻 可不可以拼反彈呢? 如果你抱著 今天買我明天要走的心態 就真的有少少煩險 不過,如果你真的拿幾隻主要籃籌 或者是耐銀、耐險 或者水泥股來拼搏的話 就算買一些拼搏不到反彈 都不拘搏的 我中線持有的 其實我沒有意見的 因為很多股份還未隨息 嚴格來說 你捱得到的話 一個升浪開始的時間 分分鐘是財息兼收的 只是說有沒有足夠的能耐 去持有這首課 就真的考驗自己的實力了 其實呢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整個中期調整 已經跌了不少的幅度了 你說 早前的升浪升了五千八百八十八點 回調的一般 二萬一千點 即是下次二百五十天線 其實大家都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很可能呢 來到現在這一刻距離的低位那幾百點呢 有些是先行偷步入市都不頂的 因為內雲跌了很多的了 傳統藍酒有些也都跌了不少的了 只不過就是 環球的氣氛呢 是比較保守 尤其是呢 經過呢 金價昨天這麼一跌呢 其實商品的股市 商品的下跌和股市 有沒有直接太大的關係呢 雖然你說呢 好像是扯不賣 但是呢 完全沒有關係呢 也都不能說的 最低限度 例如好像 黃金的ETF 或者是 金礦相關的股份 就跟隨跌了 那這個 對於這個投資市場來說呢 一定有些影響的 那我總是覺得呢 如果講股值 講基本因素呢 講股就不算很貴 因為藍酒平均的市場率呢 是只有10.7倍 有3厘多的股息 其實真是屬於盡可攻對可守的了 不過在一個低位 或者逐層底的形態 或者接近一個底 簡單一點來講 大家都不知道底在哪裏 真的要買回去 這樣 所以變成 高台呢 你脫不了身 低台呢 你進不了市 那就是說呢 你只能夠 騎著中間那一部分來做事了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在低位 沉底過程當中 去到某個水平 你覺得 已經跌了很多了 那就分階段慢慢賣 是吧 這個其實呢 第一 第一 可以拉低自己入市的成本價 第二 亦都可以減低那個風險 因為 你買了一柱 如果真的不對班 你輸了都是那一柱 好過你說 一路等等等等等等 等到最低價 何時為之最低呢 你和我都不知道 直至到 回上來 不再跌下去 那個便是最低 但你已經買不回那個價 那不要緊 你肯無盡 無所謂 最慘的是 你見到低位回到後 你覺得自己賣貴了 你不肯買 不是啊 結果升下升下 一個中期星浪 原來已經展開了 那看回頭 自己甚麼貨都沒有 後期要買的時間 已經是高價了 很多人呢 技術上 就是因為這一點 而到最後 星浪來到 根本上沒有貨在手 到他買到的時間 已經高價貨了 可不可以扭轉這些 技術上的一個過失呢 或者不是過失 或者少少的瑕疵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 成功的機會 應該是高一點的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那今天呢 我要去王國分行行行 開講座 所以我現在要做些講義 就走了 明天再和你聊 臨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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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